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由安徽仪秀堂独家冠名播出 面对安禄山来势汹汹的铁骑大军 唐玄宗任命能征冠战的高先知为天下兵马赴元帅 派遣善于致军的东长兴到洛阳招募新兵组建新军 并在洛阳里中拂下了三道防线来抵抗安禄山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 仅仅二十多天 陈流失守 行阳失守 洛阳失守 三道防线行统虚设 安禄山潘云一路打到了同关 长安危在旦夕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唐军的千里大会败 大帝当前 为什么唐玄宗非要处死在前线苦苦奋战的高先知和风肠心难 富丹大学韩生教授 宿克百家讲堂 为您讲出记者节目盛唐的背影之第十一集 玄宗的三道防线 玄宗他漫不经心的在河东 在洛阳以东布置下三道防线 用这三道防线来挡住安禄山 他要看前方的将士 把安禄山的首级给我提回来 玄宗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由张戒然防守的 张戒然是谁呢 张戒然出身就是一个山西人 在西部名将王宗氏的统帅下面 他立功逐渐的提上来 他提到了魏魏清 提到了一个三品官 也就是今天相当于省部级的官员 所以第一道防线呢 是布下一个相当高级的官员 可是呢 他到的第一道防线是陈流 陈流就是今天的开封地区 陈流这个地方史书记载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是水路所臭 一居万家 数不息在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交通要道 水路交通要道 是一个大城市 有万家人口 但是呢 大家都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 数不息在 张介兰到了陈流 他马上就招募新兵 这不懂兵的市民 踊跃 踊跃参军 他们以为这个当兵打敌人 就像切菜一样的 所以呢 很快他就招募了一支部队 招募这个部队呢 张介兰就马上把这部队 让他把守在陈流的各个要害的地方 准备阻挡安禄山 他才把部队刚派到城上 安禄山的部队就到达了 安禄山的大军 黑压压的压过来 那是铁骑十万 这个镇市 一拉就是十几公里长 骑兵卷起的烟尘 是铺天盖地 把整个陈流都笼罩在里面 所以就站在城墙上的市民 组成的这个乌合之中 第一次看到正规军 这个架势过来 他们是吓得连武器都抬不起来 还没出场的士兵 连服装都穿不上 就这样子 陈流太守 吓破了弹 他干脆开门投降 张介兰的抵抗 一点用处都没有 安禄山的部队进城了 陈流就这样失守了 还有第二道防线呢 咱们再试试 所以安禄山的部队呢 乘胜向第二道防线挺进 第二道防线 那就是行阳 这行阳呢 是两斤金蛋 三勤咽喉 也是一个水路要害之地 交通的要道 又是恶守黄河的重要的城市 玄中在这个地方 他也放了一个大人物来震慑 叫做崔吴璧 他接到消息 安禄山叛乱 他到这个地方 他也是招募新兵 组织了部队 可是呢 安禄山的攻势之灵力 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那安禄山的部队 在攻打这些唐朝 这些不懂兵 不懂战争的地方 那是像切西瓜一样的 一个接一个的 一路劈过去 所以呢 崔吴璧刚把部队组织起来 刚刚布防 安禄山的骑兵也到达了 在城上 士兵们看到 安禄山的骑兵滚滚而来 他的部队呢 更惨 比张建兰的部队还惨 站在城头 看着骑兵压过来 这士兵自己就从城头掉下来 不是一个掉下来 是一个接一个掉下来 所以呢 史书记载说 他这个守军呢 是至罪如雨 像雨一般的都掉下来 所以呢 行阳这地方 根本也守不住 唐朝的第二道防线 如同虚设 安禄山连连得手 三道防线 他一口气就拿下两道 提示您精彩继续 扬言十日内去安禄山首级的风长青 究竟何须人也 玩家讲坛正在播出 盛唐的背影之 玄宗的三道防线 安禄山的大军连破两道防线 士气大战 轻而易举的 就杀到了洛阳城下 唐玄宗把东队洛阳设为第三道防线 不仅因为 塔东压江淮 西邪关隆 北通幽烟 南西京湘 是历朝历代诸侯群群 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更因为洛阳是唐军的副都 一旦洛阳失守 那么对于唐守的打击 无论是军事还是政策上 都是致命的 所以唐春宗特别快选 扬言十日内去安禄山首级的风长青 驻守洛阳 那么升级此战重要性的安禄山 又会如何派军前将呢 为什么一路节节胜利的他 偏偏不敢小觑风长青呢 接着他派出了他的三个先锋官 以田成寺为首的三个先锋官 去冲击第三道防线 为什么第三道防线 他要派出田成寺 派出这么三个先锋官呢 因为在第三道防线 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西部名将 叫做风长青 就是向玄宗炫耀 要在十天之内 拿下安禄山首级的风长青 所以安禄山不敢小觑他 郑重对待 看看这风长青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说起这风长青 那他还真有一点传奇的故事 他本身的成长经历 那就是一个传奇 这人从小就长得很差 眼睛生个结 腿短又瘸 所以就是个瘸子 相貌又长得很难看 他家原来也是山西人 和张介然一样的山西林仪人 可是他的祖上犯罪 被发配冲军到安息去看守城门 所以他从小就和他爷爷 在看守城门 在城门边上长大的 就这么混着混着 小孩长大了 也找不到工作 流浪 就在城门好歹混一口饭吃 他就这样子虚度年华 到了三十多岁 有一天 他看到了这个安息的兵马使 高先知过来 高先知带着他的随从三十多个人 各个那是盔甲鲜明 一装笔体 微微五五的从城门通过 风长经一看 我就想干这个 我就想当高先知的欠人 也就是想当高先知的 侍从副官 他就给高先知写信 写一封信 向高先知报名 直接向司令报名 说我要当您的侍从 那个年代正风还真好 这么高的官 司令亲自看这个平头百姓 给他的写 不是直接扔垃圾斗去 他拿来看 有人报名 找上来看看能不能当 结果一找上来一看 风长经长着模样 不行 心里直摇头 他带着风长经出去 人家还以为是耍猴的 不行 聚了 风长经他有耐心 司令聚了他 咱再写信 还写信 他告诉高先知 我还想当你的随从 高先知 这回呢 只好编个理由 跟他说 我的侍从名额已满 那没有名额了 你就别来了 这一回 风长经发脾气了 这真是主人没发怒 扑人比主人还凶 他发怒 他给高先知写封信 告诉他 他说 如果你是以财取人 那么 就是士大夫 都希望你这么做 如果你是以财取人 你就将失去子鱼 子鱼是谁呢 子鱼是孔子的学生 很有名的一个学生 子鱼长得相貌很丑陋 所以他报名 要当孔子的学生 孔子一看 这相貌不行 没要 没要子鱼就发愤读书 后来呢 他跟孔子一样 也到到处去讲学 弟子也成百上千的跟着他 消息传到孔子的耳朵 孔子很感慨 他说 以财取人 是之子鱼啊 所以现在呢 风长青呢 自称他是子鱼 这口气真大 但是呢 他是不是真有这个本事呢 高先知怎么能判定出来 所以高先知还是没要他 好 你不要我 行 写信不行 我就在大营的门口盯着你 只要高先知一出来 他马上就跟着 高先知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所以呢 这个风长青就像盯子父一样 盯着高先知 整整盯了几十天 盯着高先知都不好意思 他一出门就有一个 这人盯着 人家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讨债的 以为高先知欠了一屁股债 高先知给磨得没办法 算了 就把他给收下 所以风长青是这样当上 高先知的侍从 但是这一份工作来之不易 三十多岁才找到这一份工作 他特别卖力 在高先知安前马后 用心的去挡好这侍从 有一次高先知出去打仗 风长青跟着 到前线 高先知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打仗的期间 风长青已经把捷报给写好了 这捷报讲到部队如何行军布阵 如何用什么计谋 怎么破敌 写得栩栩如生 而且他不是一个文学的汇报 这是给上级官员的报告 虽然他写得很有水平 一看就是一个打仗的行家里手写的 不是一个小说家写的 所以高先知一看大喜 他想说的话 他这个大老族写不出来的话 风长青都给他写了 太高兴了 就这个报告 不用改了 直接递上去 上级一看 这报告 这报告写得好 就问高先知 你手下有什么人才 能写这么好的报告 高先知知道了 风长青是个人才 所以从此刮目想看 一路提携他 这样子风长青在高先知手下 慢慢的就当了一官越当越大 成了高先知的心服 左右臂膀 高先知离不开他 高先知出外 就是让风长青来留守 来替他镇住这大营 风长青这么一个低微出身的人 一下子变得地位这么高 高先知身边有人不服 谁不服呢 高先知的奶妈的儿子 他奶妈的儿子叫做郑德权 这奶妈的儿子呢 和高先知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高先知是把他当亲兄弟 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他 所以他在家里拔父 司令的家属飞扬拔父 在军队谁敢惹他 所以谁都得服他 所以他不服呀 你风长青算老几 有一次这风长青当留守 带着重将出去 回来 非常威风的回来 诸将都在前面为他开道 好 这时候郑德权从后面骑着马冲上来 故意去冲撞风长青 冲撞以后扬长而去 那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冲撞风长青 就让你难看 看你有什么能慢 风长青也不说 他回到大营 派人去 把郑德权请来 所以把郑德权请到这个 接渡师府 这个接渡师府呢 那是庭院生生 门一道接一道 把他请到最里面去 进一道门 关一道门 到最里面 风长青见了他 就跟他说 他说 我出身低微 当过高帅的随从 你应该是认识我的吧 现在高帅让我来主持这营盘 你冲撞我 你就是冲撞高帅 所以今天我要拿你来整肃军纪 下令拉下去 重仗六十仗 古代那个仗 那个棒打呀 他虽然没判他死刑 这哪里受得了 几棍就打死了 所以呢 拉下去打 郑德权的妈妈一听 急了 要来救他儿子 但是呢 自己分量不够 赶快去找高先知的夫人 和高先知的夫人一起来 来救郑德权 想冲进来就发现大门紧闭 冲不进来 只好在门外大声的哭 大声的喊 请风长青务必手下留人 但是呢 这些喊声哭声 风长青从而不闻 听都没听到 一会儿就把郑德权给打死了 这奶妈跟高先知的夫人 那叫气呀 马上写信 向在外面的高先知告状 高先知接到这告状 他回来了 回来见到风长青 一句话也没说 风长青见到高先知 也一句话也没说 连个不好意思都不说 大家都像没事一般的 好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之后又有两个高级将领 像郑德权一样的拔混 又被风长青拉出去 给仗杀了 从此这个西域的部队 西域安息的部队 虽然能打仗 但惊举不严 被风长青这一整治 成了一只举例严明的雄狮 所以风长青是以治军出名 谁都知道他能治军 灾难的部队到他手里 都能治得井井有条 所以民庆在西部 大家都争着请风长青去 帮忙治军 高先知也推荐他 风长青就当上了阶渡士 是这样子升上来 所以这么一个西域的名将 现在驻守在第三道防线 他夸口十天要取安路山的首级 安路山能小看他吗 所以安路山呢 把他最能干的田城市派出去 而风长青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他到洛阳以后 招兵 洛阳的市民还真爱过 踊跃参军 所以十天就招了六万人 六万乌合之众 在风长青这个鬼才手里 还真把他制出个样子 制得有模有样 马上一边训练新兵 一边到处挖掘攻势 布防 真的如果老天给风长青 再多几天时间 这支军队就练出来了 可惜前面不争气 两道防线一统就破 所以呢 安路山的部队 一下子就打到了第三道防线 打到了洛阳 酒鬼老谭 铺语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风长青带领新英血战六日 洛阳失守 但他却向世人证明了 安路山的军队 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百战的谈正在多出 盛藏的背影之 全宗的三道防线 风长青手握六万大军 横刀立马在陆阳城 不但要阻止安路山的攻势 更想要取安路山的首席 可是这六万士兵 都是刚刚招募来的普通百姓 那么风长青是如何带领 这些新兵首战告解的 在血战的露天里 他就是如何打破了 安路山军队不可战胜的神卦 风长青毫不畏惧 他就带着他这支新练的兵 没练几天的兵 出城迎敌 第一仗就把安路山的先锋部队 斩杀一百人 这是唐朝自安路山叛乱以来 第一次能够杀敌的一战 风长青还来不及高兴 安路山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所以紧接着再战 唐军当然是溃败 只能退到上东门来 上东门是洛阳外城 北面的城门 驻守上东门 安路山可不能让他喘息 所以接着就猛攻这个城 这一攻 风长青的部队又败了 但是风长青毕竟是个名将 他的部队虽然败 虽败不乱 所以成一个有建制的往后退 退了他就到后面来 到哪里到都庭义 一个义战 组织新的防线 接着再战 再战再败 再败再退 再退再战 都庭义败了 再退下来 到哪里呢 到宣人门 宣人门再被攻破 再退 退到提象门 已经退到宫内了 没有路可退了 只好把树都砍下来 让这个树把道路给堵住 让骑兵冲不过来 最后 风长青带着他的残部 把攻墙西面的墙 打了一个缺口 突围而出 到散州去 我们看到 这个风长青的部队 在洛阳整整打了六天 洛阳陷落 但是是唐朝开战以来 仅有一支能够和安禄山 打六天的部队 而且这还是一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 所以这个军队 这样的战机 向世人显示一个什么事情呢 告诉大家 安禄山的部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为之乌合之众 都能和他血战六天 同时 风长青非常想告诉唐朝 不可小看安禄山 真能打 他后悔 后悔他之前向玄中夸下的海口 十天要去安禄山守纪 所以他带着残部 往后退 退哪里 退到散郡 散郡就是今天河南的三门峡市 他显 他守在铜关的前面 正好前面有一个山地 在这个地方 风长青遇到了他的上师 高先知 高先知带着唐朝的主力部队 来到这里布房 这时候 风长青赶快跟高先知讲 他说这个散郡 地形非常显要 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从兵家用兵之道来说 是要住手的 可是现在的形势 散郡的太守已经逃跑了 散郡的老百姓跟着都跑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没法打 这个仗没法打 所以我们现在要火速的后退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布房 后方的铜关势必空虚 一旦这个地方被安禄山攻破 铜关不保 就是长安不保 所以现在要赶快后退 如果说风长青是善于治军的话 那么高先知是善于作战 高先知一身龙马生涯 打了多少胜仗 他一听风长青这个报告 他觉得对 有道理 所以当机立断 命令全军迅速后撤 撤往铜关去 高先知的部队多呀 高先知副帅带部队来 玄宗给他配了这个京城里面的部队 从各地各个节度使那里集中上来的部队 所以他带的部队呢 是一支来自四面八方抽调的拼凑的部队 这部队的成分呢 是汉族少数民族都有的民族混杂的部队 还有呢 新招募的部队 老兵新兵混在一起 所以是一支乱七八糟的部队 高先知根本不熟悉这个部队 不知道这个部队的情况如何 所以他知道这部队不能打 他下令撤 果然就出问题了 这个乱七八糟的部队 一听说后撤 听说安禄山的部队很能作战 那像瞎破弹一样的拼命的跑 把整个部队的箭制都给打乱 部队箭制一打乱 我们知道 那就像一群野马狂奔 而硝山正好是一个山地 路很难走 所以唐朝的部队呢 撤出来的过程中自相践踏 到处都响起惨叫声 多少的士兵从山道被挤下去 掉到悬崖里面 顺失惨重 这是未战先乱 好不容易撤到同关 这个高先知命令部队 赶紧收拢部队 接收散兵 恢复建制 同时让部队不能休息 立马在同关面前挖攻势 在同关面前挖出三道豪欠 都是宽两丈 升两丈 这么深这么宽的豪欠 他必须用这个豪欠来阻挡 安禄山的骑兵 这个时候随后赶到的探子告诉高先知 我们才撤出来后面散军已经被安禄山占领了 所以安禄山的部队随后就赶到 安禄山也是一个名将 他知道战场真的就是时间 兵贵神术 敌人已经溃败了 不能给敌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所以他的部队紧跟着就来到了同关面前 发起进攻 幸好高先知退得快 幸好他听了风长青的劝告 否则他全军将在散军覆没 他带着这个残余的部队守住了同关 阻挡住了安禄山的进攻 这对唐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安禄山的攻势在这个时候 在同关面前没能冲过去 通往京城的路 虽然他可以看到前方的长安在望 但是呢 这一个门被高先知紧紧的关闭了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安史之乱 划出第一个阶段来 也就是说从起兵的 十一月九号开始 到散军陷落 安禄山军队扣同关之门的 十二月十三日为止 只有一个月零几天 唐朝是一窥千里 从河北被人家一路打到了同关门下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玄宗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和高先知和风长青一起好好来总结一下作战的经验教训 好好反思一下政治的成败得失 好守住长安 但是这种想法是我们善良的百姓的想法 玄宗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考虑的首先是责任 突然间半个天下丢了 谁来担这责任啊 去找哪里找一只替罪羊啊 这个政治责任如果不能由谁来担当 他感觉到这个政权会有危机 所以呢 他必须做出一个政治交代 这是玄宗当时候最想的事情 但是风长青他不懂 他一路败下来 跟着高先知现在十手的同关 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军情 军情十万火急 他要把这情况告诉朝廷 所以他败下来之后 连给玄宗写了三道军情报告 这三道报告都泥流入海 一点消息都没有 因为玄宗考虑的是找替罪羊 所以他第一只拎出来的替罪羊 那就是风长青 你夸的海口 所以玄宗就把他撤了 让他白衣立功 白衣就是军官撤职以后 穿白衣服在军队里面 重新戴罪立功 风长青就协助高先知 来助手同关 在这边拼命的布防 这布防过程中 他就得罪了一个人 和高先知一起都得罪了这个人 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很惨 这人是谁呢 有这么大的权势 高先知可是天下富帅 连副帅都惹不起的人 酒给老谭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洛阳失守后 唐军退守通关 眼看茫安在望 为什么阿禄山突然停血了进攻 究竟是什么导致两军在通关 竟然相持半年之久 这一关多系列节目 盛唐的被人知 乱在通关 封长星和高先知 无意间得罪了唐军中身边的一个人 最后招来了杀身几个 但是河北沦陷 洛阳失守 短短一个月零几天 唐军一溃千里 转眼间半笔江山一手 安禄山大军步步紧逼 长安危在待起 而封长星和高先知 是唐朝仅有的两位 从安禄山打过仗 击到对方驱使优劣的名将 那么唐宣宗究竟为什么 在国难当头军行万分几乎的情况下 误会长城呢 封长星和高先知 果真是死于残眼吗 这人叫编令城 编令城是谁呢 宦官 玄宗身边的宦官 放出来当监军 监军就是一个军队的政治的负责人 军队出征 一定有一个政治负责人 他有最后的决定权 所以你别看司令在那边指挥作战 大事 那还得编令城这个监军来批准的 编令城在宫里当宦官 好不容易出来 他想的是怎么捞一把 好不容易当的是大军的监军 能不捞一把吗 可是呢 高先知哪有心情考虑你捞一把的事情 现在是同关不保 所以 在散军撤退的时候 高先知看到散军的仓库太原仓 物资太多了 这个东西不能留给阿努山 他命令士兵 你们都进仓库去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背着往后撤 背不动的放一把火全烧了 不能留给敌人 这时候编令城找高先知 他想要仓库里面的珍宝 这个珍宝给他 让士兵替他运 这时候撤都撤不出来 还考虑珍宝 高先知没理这个查 士兵拿着仓库的东西往后撤 这仓库就给烧了 好 这下子就得罪了编令城 这编令城撤到同关以后 给玄总写报告 他写报告主要突出了几点 第一 说风长青 不好好打仗 还回来到处宣扬安禄山部队的英勇 动摇军心 这一个罪状成立了 第二高先知 高先知是不战而退 是确战 他放弃了数百里地 而且他还贪污可扣军下 两个人都被他揍了 揍上去以后 玄宗正要找替罪羊 我前面说他要找一个 担当这个罪责的人 这两个人拎出来很好 级别也够 拎出来给编令城一个命令 说你回去把这个两个人都给我斩了 用他们两个来承担责任 所以编令城到回来以后 他立马把风长青给抓起来了 这时候风长青知道他要死了 他就对编令城说 他说自从战败以来 我就没想活 现在要杀我 行 我有一封信 拜托你转给玄宗 这封信 风长青写了什么呢 风长青告诉玄宗 我在洛阳溃败 我已经不想活了 但是当时候我想出去杀敌 死在战场的时候 理智告诉我不能死 我不想死在阿努山的乱包之下 长敌人的威风 我想回来 让你来杀我 用我惩戒诸将 让以后的将军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我只想给陛下提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轻视安禄山 这样子我死才能瞑目 我死了 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够保护大唐江山 以后每次作战 我都会在军前为唐军开盗 请你拿我 整出军级吧 他写的这一道 这封信 他只想说一句话 不要小看安禄山 这是十几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教训 这封信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 第一个名将就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高先知听说风长经被斩了 他急啊 他赶回来 一赶回来 编令城带着一百多个刀手 马上告诉高先知 你也有恩命 高先知知道 他也完了 所以高先知 在处战的时候 他说了 我不战而退 我罪该万事 我该死 但是 说我苛寇君详 我不服 我没贪污 统帅被杀 士兵都围在外面 都围上来看 这些都是他临时招募 才和他在一起 只有几天时间的士兵 对统帅一点都不熟悉 高先知对着士兵说 他说我招募你们 不能给你们一个好的待遇 我很难受 我想带你们杀敌立功 用你们的功换得皇上的奖赏 让你们以后能够封赏富贵 现在看起来我做不到了 但是 我有没有苛扣你们的君详呢 如果有 你们就大声喊石 如果没有 你们就大声喊王 高先知的话才说完 顿时外面像响人一般的 响起了士兵的呼声 王 王 王 这士兵呢 想用这个呼声 拼命的喊 想传到 昌安去 希望能够让玄宗听到 他们的主帅没有贪污 但是 这些都没有用 因为现在要的是要一个政治的替罪羊 所以他们再喊都改变不了高先知被杀的命运 这样子又一个副统帅是在自己人的包下 玄宗对这个阶段的失败 我想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但是他用这两个人为自己做了政治上的开拓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处战的这两个 不光是唐朝的名将 而是唐朝仅有两个和安禄山打过仗的将军 仅有两个知道安禄山用兵虚实战法的将军 这两个人都杀了 唐朝还靠谁去和安禄山打仗呢 这真是大厦将寝 还自己在忙着砍这个梁柱 所以我说这一段时期 在表面上看表现出来的是军事的大溃败 实际上他的内力是政治的大溃败 而这个政治的大溃败 从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 后面怎么溃败的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解释